澳洲跟荷蘭議會相繼通過 否認聯合國27582決議所說的 北京可以詮釋台灣主權 是否又是美國教說 百分之百 這個東西是聯合國決議 你如果對他有意見 那請這些國家到聯合國提案 那因為他牽涉到兩岸的定位 那中國大陸一定站出來反對 所以他必然是重大提案 那中國大陸可能直接在常委會就直接否決了 如果是常委的問題他就直接否決了 那如果不是 非官軍事 那就拿到聯合國大會表決吧 我不認為美國會提案 我覺得這是一個假的假議題啦 不然你美國跟台灣建交不就好 因為你提這個東西 完全違反你跟中國的建交商公報 那你到底在幹嘛 這個Sameyang75014 亮哥你好今天拜讀中兆正老前輩的大作台灣人三部曲 內容描述日誌時期的三個故事 內心頗有感觸 不知道韓國有沒有類似的文學作品 謝謝 韓國通的亮哥推薦 我不敢說我是韓國通啦 不過我跟你講 韓國人的國族認同 跟台灣是完全不一樣的 台灣被日本殖民 那有一部分的人就 認同中華民族嘛 有一些人就跑去中國大陸 結合那個祖國的力量在抗日 那也有另外一些人在找自己的認同 那台灣議事就出現了 那 韓國沒有這種問題 韓國 他本來就有一個古老的王朝在韓國 那以前跟中國都是朝共關係 可是他的作為一個 韓國 的國族認同都是非常確定 那台灣不是嘛 台灣因為 歷史比較短 那也沒有建立 這個長期的這樣的一個政權的傳統 不足以鞏固啦 所以跟中國大陸的關係就有點 因為以前荷蘭也來過啊 然後被鄭成功趕走 然後接下來日本人又來 而且日本殖民時間很長啊 日本殖民長達50年 50年等於是 三個世代 那日本在韓國殖民的時間比較短 只有三十幾年 而且韓國本來就有很強的 那個王朝的傳統 超過1000年以上 所以韓國基本上 他們不是這樣討論問題的啦 他們如果是有 在日本 時代的作品 那幾乎都是抗日的啦 一片島都是抗日的啦 那至於在 這個二戰之後 你說韓國文學吧 韓國文學事實上就沒有像台灣這樣 有什麼認同問題啦 之類的 他們不是這種問題啦 韓國如果說 比較有名的就是 就是民主對抗專制啦 或者是 在談 南韓跟北韓的問題啦 全韓國都是統派啦 他們並沒有這個 並沒有這個 統獨的問題啊 也沒有什麼追求 什麼韓國人自覺啊 也沒有這種問題 都沒有 那 所以 後來就產生寒流了嘛 所以 我認為韓國的文學 遠沒有寒流 在電影上的表現 引起國際矚目 我舉個例子啊 比如說 這個 韓國未來後來在 寒流上的表現啊 這個最有名的 跟 有人叫做韓國民主電影的三部曲啊 有一個叫1987 黎明到來的那一天 這部電影就是在講韓國的民主化 就是有一個大學生 死掉了嘛 然後呢 他 這個後來就有影響了後來很多年輕人這樣 另外比如說 第二個叫做美麗的假期 美麗的假期就是 也是在研究 也不是研究啦 就是拍一部電影 就是光州事件 1980年代 那光州事件的10天內所發生的狀況 然後 還有第三部電影叫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這個是真人故事啊 就是一個計程車司機 載人到光州嘛 結果剛好陷入了光州事件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韓國人後來就 後來民主化之後 那他的文學作品就是 我覺得跟西方沒什麼差別了啦 比如說你在韓劇看到的各種內容嘛 有談感情的啦 有 這個個人在社會 怎麼定位生存啊 跟現代社會衝突啦 等等 各領域都有啦 我覺得大概是這樣 所以並沒有像 中兆正這個台灣人三部曲這樣的作品 沒有 這個李喬也有另外一個叫韓業三部曲 所以你就知道 困擾台灣人的這個認同問題 韓國並沒有這麼明顯的困擾問題 因為韓國的認同問題 從來都不是問題 你現在到韓國也沒有看到統獨問題 他們的民族認同是完全一樣的 那 討論南北韓要不要統一啊 基本上都是考慮 成本的問題啊 代價的問題啊 而不是討論認同的問題 大概是這樣 所以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那 regret pay 澳洲跟荷蘭議會相繼通過 否認聯合國2758號決議所說的 北京可以詮釋台灣主權 請問聯合怎麼看這件事 是否又是美國叫說百分之百 歐盟各國會不會跟進 感謝回答 歐盟可能會跟進 而不是各國跟進 搞不好是歐盟跟進 那這個東西 你通過沒有用啊 因為這個事情並不是國內法 這個東西是聯合國決議 你如果對他有意見 請這些國家到聯合國提案 那因為他牽涉到兩岸的定位 中國大陸一定站出來反對 所以他必然是重大提案 所以聯合國大會就要有三分之二表決 那中國大陸可能直接在 那個常委會就直接否決了 這有可能啊 就這個議案到底中國大陸認不認為是常委會的問題 如果是常委的問題 他就直接否決了 那如果不是 非官軍事 那就拿到聯合國大會表決嘛 我不認為美國會提案 美國這個就是完全 我覺得這是一個假的假議題啦 不然你美國跟台灣建交不就好了 因為你提這個東西 完全違反你跟中國的建交商公報嘛 所以你到底在幹嘛 澳大利亞跟荷蘭 也有跟中國建交啊 那都有建交的公報啊 那你這樣講到底跟一中是什麼關係呢 我認為他們都不會上綱到這個程度啦 因為會造成自相矛盾的狀況 那也會看出他的虛偽的狀況 如果你認為這樣那你們應該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啊 或者是 主張跟台灣建交啊 可是我們沒有看到澳大利亞跟荷蘭 得到這個結論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完全就是 配合美國在國際上 表達支持台灣 然後口惠而食不治 的一種小假動作 另外你如果真的支持就請你再聯合國提案嘛 那我們不要講這個大案啦 這個算很大的案子喔 你連WHA 世界衛生 組織 台灣要成為觀察員 美國你連連署都不願意 所以我就覺得 所以你說講這個你說你願不願再聯合國提案 我覺得這太可笑了啦 太可笑了啦 請說 你 說... by bwd6